你好,为你一网打尽,全球好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建筑家安藤忠雄 安藤忠雄是日本的世界级建筑家 虽然他连大学都没有上过 但是刚一出道就获得了日本建筑界的最高奖 后来呢,他还获得了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建筑奖 这个奖,咱们的华裔建筑家贝玉明也得到过 很多人都调侃他是没文化的鬼才 那么这个鬼才为什么能够享誉世界呢? 读完这本书,首先我们就可以知道 安藤忠雄这样一个世界级的建筑大咖是怎样自学成才的 其次,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该从哪些方面去欣赏这位世界级大咖的建筑 我们先来看看大牛建筑家安藤忠雄的成长经历 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有三个人对他来说影响最大 第一位是他的外婆 是他抚养安藤长大,教会他要独立自主 安藤出生在日本大阪的一个商人家庭 他们家本来是很富有的 两岁的时候,母亲把他过去给了外公外婆抚养 以后好继承娘家的产业 可是日本战败之后,安藤外公已经家财散尽了 他们只能搬到大阪廉价的老街里 不久,他的外公就去世了 只剩下外婆抚养他 虽然家里很穷,但外婆对小安藤的要求却非常严格 为了培养他一切靠自己的品质 连安藤做扁桃线手术都让他自己走路去 严格的家教培养了他独立自主的精神 17岁,他就拿到了职业拳击手的执照 小小年纪就能在拳击馆里靠打比赛来赚钱了 本来他可能会一辈子当一个职业拳击手 但事情的转折发生在安藤第六次比赛的时候 这次比赛,他遇到了日本拳击明星袁田正彦 他见识到了自己跟真正的拳击明星之间的巨大差距 他发现穷尽一生都达不到那种境界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放弃了拳击 高中毕业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接到了一个室内设计的工作 这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这个新世界就是建筑 不过他上不起大学,只能靠自学 而通过自学成为一代建筑大师 这在全世界恐怕也很难找到第二个人了 其实在安藤忠雄之前 日本已经有了两位前辈 获得过那个建筑界的诺贝尔奖 他们就是丹夏建三和真木燕 但他们可都是正儿八经科班出身的 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才更容易被建筑家的圈子接受 而像安藤忠雄这样没资源 没后台的野路子能获得国际上的认可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原来自从跟建筑结缘之后 他就边打工边偷偷地 前进大学的建筑系去旁听 还买了很多建筑系的教科书 虽然这些书他大部分都看不懂 但他常去上夜校 后来陆续也能接到一些跟建筑相关的灵活 直到20岁那一年 他发现了一本作品集 里面是勒科布西耶的作品 这本书使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这个勒科布西耶 就是对安藤忠雄影响最大的第二个人 他是安藤忠雄在建筑上的精神导师 这个人在20世纪初的建筑界非常有名 他提出住宅是居住的机器 作为一座机器 住宅只要满足基本居住需要就行了 这就是所谓的功能主义 简单地说 就是建筑要去掉那些繁琐的不必要的装饰 直接呈现支撑结构 比如说把柱子什么的直接暴露出来 作为建筑的外观 所以科布西耶的建筑非常有形式感 这一点是深深吸引了安藤忠雄 他非常认可这种理念 拿到这本书之后 他一遍又一遍的临摹科布西耶的设计图 这还不够 他还跑去看科布西耶的作品 安藤忠雄后来的建筑风格都是受到了他的影响 为了实地考察建筑 他先是周游全日本 后来又两次去了欧洲 还去过非洲 印度 东南亚等地 当时的日本旅游业还不发达 周游世界可是非常惊人的 为此他不但辞了职 还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在周游世界的过程当中 他遇到了对他影响最大的第三个人 他就是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有一个特别标志性的头像 头戴五角星贝雷帽 满脸胡须 45度角仰望天空 这个头像特别流行 经常被印在T恤上 他是60年代古巴革命的领导人 他领导了游击队 抗击欧美帝国主义的统治 让古巴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他反抗的可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和主流的文化 不仅如此 他还成功了 所以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特别崇拜他 像彭克 西皮士都拿他当做精神偶像 安藤忠雄也不例外 在游历世界的时候 安藤忠雄在巴黎亲身见证了一场 抵制主流文化的革命 他跟法国年轻人一起参加游行示威 拿着石块到处乱扔 这段经历对安藤忠雄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 让他一直对都市的主流文化保持着战斗的姿态 第二次游历欧洲之后 安藤忠雄就开启了他的战斗生涯 安藤忠雄经常管自己和团队叫做游击队 就是受到了切格瓦拉游击队的影响 从1969年开始到今天 安藤忠雄和他的游击队已经作战了40多年 他们创造了很多建筑史上的经典作品 影响力逐渐从日本大阪 一个击脚嘎拉的小地方扩散到全世界 直到现在还在战斗着 我们总结一下安藤忠雄的人生经历 有三个人对他影响最大 外婆给了安藤忠雄独立自主的品质 勒科布西耶是安藤忠雄在建筑方面的精神导师 而切格瓦拉则给了他勇于反抗的战斗精神 那么安藤忠雄的建筑设计到底好在哪里呢 是什么让他的设计取得了经久不衰的国际影响力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就是开头提到的使他获得日本建筑界最高奖的作品 筑吉常污 这可以说是安藤忠雄正式出道的作品 那么这座建筑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安藤接到这个委托时的社会背景 当时日本正在爆发经济危机 人口过度密集 居住空间越来越狭小 很多人的经济条件变得很差 为了节省成本 当时日本建筑的做法 就是不考虑居住在里面的人的个性需要 把所有的住宅都做成千篇一律的水泥盒子 让人与自然完全的隔离开 而筑吉常污的利害之处就在于 它既节省了成本 又做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安藤把房子的空间分成了前中后三个部分 前后分别是一个两层的房子 中间是不盖屋顶 直接露天的庭院 在中间的二层修了一条过道 来连接前后两个部分 乍一看 就会觉得这个屋子挺通风的 但是因为屋子中间不盖屋顶 意味着只要一刮风下雨 庭院就会滴水 这样会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 难道安藤忠雄不知道这样会让人住得很不舒服吗 他清楚得很 他就是故意这样做的 他把房子中间露天的做法叫做留白 留住这样一个露天的小庭院 可以把大自然引进到建筑内部空间 生活在这所房子里的人可以感受到阳光 也会感受到雨水 可以感受到四季的变换 能够体会到大自然的温柔 也会体会到大自然的严峻 放弃安逸的居住环境 坏来与自然的亲和 以及在恶劣的都市环境中倔强生存的坚韧 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欣赏这座建筑呢 第一是外观使用非常简约的几何形设计 这种设计风格跟科普西耶非常相近 用长方形来搭建减少装饰 住籍厂屋的外观就像是一个密封的盒子 除了门口以外 房子的正面就是平整的墙壁 第二是直接呈现清水混凝土的质感 这座建筑的清水混凝土墙 不贴瓷片也不刷油漆 保留了墙面天然的质感 所以有一种洗净千华 回归淳朴的美感 是一种相当高级的表达方式 很多有名的建筑师都使用过这种手法 例如丹夏建三的广岛和平中心 和冤恩乌松的悉尼歌剧院 第三是精心营造建筑内部空间 几何形的构造和清水混凝土的使用 其实是一种非常克制的手法 构思不到位 很容易让建筑变得单调和无聊 而对于空间的精心规划 可以让居住的体验变得丰富和有趣 这座房子中间的留白 让内部空间变得富有层次 这种让大自然进入房屋内部的做法 为居住者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 只有独特的设计风格 没有设计理念 是无法真正成为大师的 那么安藤忠雄 他有哪些主要的设计理念呢 首先 安藤忠雄的建筑作品 有一个最核心的设计理念 那就是在建筑中体现出 与都市主流文化对抗的战斗精神 安藤忠雄把自己的团队称之为游击队 他们的敌人是片面强调经济效益 却忽视了生活真正意义的都市建筑 更进一步 他的敌人还是这些都市建筑背后僵化的体制和观念 什么观念呢 就是指强调效率和利润 一味地模仿美国的都市建筑 这些建筑把咱们前面说的科布希耶的功能主义发展到了极端 因为功能主义的建筑特别简洁 所以特别节省成本 在他们看来建筑嘛实用就好住得舒服就行 最重要的是怎样赚到更多的钱 结果是让都市变得千篇一律 建筑都方方正正大同小异 安藤忠雄虽然也赞成建筑要节约成本减少装饰 但他并没有丢掉对人的关怀 那安藤忠雄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商业作品Times Times是英文中时间的那个单词 Times这个作品的建造过程可以说是安藤忠雄跟都市体制的一次较量 Times是安藤忠雄在日本京都设计的第一栋商场 京都拥有一条日本江湖时期开发的运河 叫做高赖川 安藤发现在京都的现代建筑都是备盒修建 把高赖川跟建筑隔绝开 安藤忠雄认为 当时的日本只是在学习西方的都市规划 并没有考虑到日本人自身的需要 反而变得不伦不类 比如城市的广场设计 安藤认为 公共大广场在西欧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渊源 可日本不是 对于日本人来说 像日剧深夜食堂里那样的小巷子深处 才是聚会的最佳场所 所以他为这座商场设计了许多窄小的通道和精致的平台 将每一层楼的公共空间营造成街头小巷的感觉 去回应日本人内心深处的那份感性 可是建筑师不是随心所欲就能实现自己规划的 商场业主和政府的行政部门对安藤的设计提出了许多批评 主要是三个方面的 第一个是管理问题 把河水引到商场里 提高了业主日常维护和管理的难度 有的一楼商家甚至担心 下大雨的时候 河水会不会慢上来 第二个问题是 假如要把高赖川引进商场里的话 那就需要把沿河的一部分堤坝打掉 政府认为这种做法既没有先例 又不符合建筑的法规 第三个是安全问题 政府发现在安藤的设计里 商场的水岸是不设置护栏的 他们担心可能会存在小孩子溺水的安全隐患 其实这些问题在安藤的设计当中已经都考虑到了 他精心计算了商场里的水岸高度 确保河水在下雨的时候不会水慢金山 至于政府提出的批评 安藤认为那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在自己的建筑用地范围里 改变堤坝的形状引入河水的做法 并没有损害公众的利益 小孩溺水的安全隐患更不成问题 因为建筑里的河水高度才十几厘米而已 面对这些批评 安藤中雄采取的是不断游说 始终坚持自己的态度 终于让建筑方案通过了 这次项目的设计经历让安藤中雄思考了 现代都市那种僵化 求稳怕麻烦的观念 安藤中雄就是要用建筑去挑战和更新这种观念 除了与都市斗争的战斗精神 安藤中雄的另外一个设计 是要把传统的东西运用到现代生活中 这个理念 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另外一个代表作 本福寺水玉堂 这是寺庙里供奉佛祖的殿堂 它建造在本福寺后面的一个小山坡上 要走进去的话 需要绕开两堵混凝土墙 顺着铺满白色碎石的路走到底 会发现一个鸡蛋形的水池 上面种满了各种颜色的莲花 莲花池的中间有一条通往地下的楼梯 设计而下才会到达水玉堂 在我们的印象里 福堂一般都是平地盖起的 用木头搭建高大的屋子 房顶上铺满琉璃瓦 但是本福寺水玉堂却建在地下 还是一个水池底下 这个构思实在是太大胆了 马上遭到了寺院住持和信徒们的强烈反对 眼看项目要进行不下去了 委托人找到了日本著名高僧 莉花大龟 是他最后拍板认可了这个构思 项目才得以顺利进行 那么是什么打动了这位高僧呢 其实打动高僧的 是这个建筑真正还原了佛教最初的观念 在构思这个项目的时候 安藤忠雄想起了第一次出国旅游的时候 曾经在印度看到过 满池塘漂浮着野生莲花的场景 在佛教的观念里 莲花象征着悟道成佛的释迦牟尼 那么能不能回到最初佛教的想法通过莲花来表达众生平等呢 安藤忠雄认为 传统寺庙建筑的大屋顶其实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让人产生敬畏感 而他想打破这种模式 所以他建造了一个跟地面齐平的池塘 象征着众生平等 也象征着重生和圆满 为了让朝外的路途增加一些丰富的感受 他利用两堵清水混凝土墙 隔开了通往莲花池的路 可以想象一下 下楼梯的时候 你就像一步一步走向水底一样 随着你往下走 莲花池仿佛在你的头顶一点一点升高 闪烁着阳光的池水逐渐消失在你的眼前 你眼睛所见的只有楼梯两侧 朴素的混凝土墙面和眼前的楼梯 安藤忠雄有意设置这样的体验过程 让清水混凝土的质感和人的感官体验 充分地结合起来 让人好像经历了一场精神沐浴 在水浴堂里面 他用屏风和柱子把房间隔开成内外两个部分 佛祖安放在靠里面的空间 让佛祖和信徒之间稍微隔开一些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距离产生美 为了营造西方极乐世界的臆想 安藤忠雄让佛祖坐西向东 身后开了一个图有珠红色的窗户 当光线透过窗户照进来 整个佛堂的空间就会笼罩一层淡淡的珠红色 当信徒跪拜的时候 抬头看见若隐若谢的佛祖 仿佛在散发出柔和的光线 这是一种十分强烈的精神体验 从建筑的形式看 本福寺水浴堂是反传统的 它跟以往高大的寺庙 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 但是从建筑的精神来看 本福寺水浴堂又是传统的 它回到了佛教最初的精神内核 安藤忠雄对传统的态度是 不被过去的惯例所束缚 而是回到传统的原点 去追问一个问题 在传统的东西成为一种惯例之前 它是怎么样的 然后再从内在的方面汲取传统精神 加以活用 最后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读完建筑家安藤忠雄这本书 我们有哪些收获呢 第一 我们知道了三个对安藤忠雄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外婆给了安藤忠雄独立自主的品质 勒科布希耶是安藤在建筑方面的精神导师 而切格瓦拉则给了安藤忠雄勇于反抗的战斗精神 第二 通过两个作品案例 我们可以知道安藤忠雄的三大设计风格 几何化造型 清水混凝土的质感 和巧妙的建筑空间营造 我们还能了解到 它的两个核心设计理念 第一 是与都市主流文化斗争 要改变社会观念的战斗精神 第二 是要把传统精神活用到现代生活里面来 好了 今天我们认识了一位建筑界的世界级大牛 安藤忠雄 当你再去日本旅游 就可以对照书中的观点 好好地欣赏它的建筑之美了 今天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儿 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